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今天的話我要來介紹 我們的精靈救援者 究竟要怎麼玩呢 那如果說是神之子的話 基本上就是常駐阿爾法 是通常不會切貝塔 因為貝塔的機動性比較低一點 阿爾法攻速快 然後能夠逃命的早點比較多 所以基本上是常駐阿爾法 那裡面我們進去的時候 會有很多傳點可以使用 那基本上我只使用這些 那這些其實就很夠用了 那剩下有些量是可能 不小心被 那一隻怪追到 追到角落之後才會去用其他傳點 不然基本上我都是弄這幾個而已 好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進場吧 攻擊退主 那進去前很重要的點齁 我們要先把這個地圖展開 這樣子我們能看到的範圍是最大的齁 好一開始我們就先彈上來 然後直接平砍 對因為我傷害夠齁 這其實平砍很平砍就不夠了 那如果傷害不夠的人 可能就是要稍微去 注意一下切換招式 那我們在爬這個的時候 有一個點就是我們盡量是 順時針爬跟溺時針爬 對一次集武之繞回來 這樣子 就看怎樣的路是最順 我們就是怎樣走 那我們要善用二段跳跟順以後 讓我們可以就是 去爬一些地方 或者是去 在彈跳的時候 可以 中途的 暫停 這樣子 好我們就是換溺時針爬 有時候會觸發四季齁 所以觸發的時候要趕快去救 不然它會消失 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照著這樣子的流氾 那像這邊的話就是 啊 被攔截 對我以為它會從上面過來 對它如果從上面過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使用那個 那個順步的那一招去 躲過那隻怪 對就說啊 它要喬屏來了 然後它走下面 對 被攔截到了 對 OK 好 不要緊不要緊 雖然說我們的 這個血變得很少 但是這不影響很好 更好 對 對 欸 欸 還沒看到 老鬼來 這裡我們可以從這邊走下來 二段跳 這邊進來了 好 這裡也是我的豬 好 剛好這裡生一隻 好 再拿這隻 OK 它時常看著小弟弟 看一下哪裡有出現 精靈的影響 然後也要看一下那隻boss 會在哪裡 這個點就非常的剛好 兩隻接三隻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走這邊 剛剛就稍微在上面小少停留一下 對 順便走下來 然後網路會被引在上面 然後 啊 我們碰到我們沒血了 對 但是至少也有15,000 對 這個OK啦 時間其實很充裕齁 剛剛不小心被撞到了 所以其實 對 好 我們就重來一場 第一隻 這邊二段跳一下 就可以跳到哪裡 第二隻 第三隻 第三隻 第四隻 第五隻 好 這邊就下面 對 我們就不選擇往上彈 往上彈會有點浪費時間 好 第一隻 這邊就賺票加上數 第三隻 第三隻 第四 五 OK 結束回來 然後再次 逆時針走 第一隻 一口氣然後噴啦 第三隻 第四隻 駱猛 一口氣 這時候順利就用得很大 好了 第一隻 二隻 第二隻 第二隻 四隻 兩邊稍微看好 OK 第五隻快回來 第一隻 第二隻 然後出發 第三隻 第四隻 第五隻完美 繞回去 我們再走逆時針 由近到遠 走 走 稍微等他一下 第二隻 第二隻 第四隻 OK 剛剛那個順步沒有順過去 我也嚇了一下 不太差 不太差 還是路面很快 OK 好 沒關係前五了 這邊應該要走 確實人走錯 沒關係 剛好 這裡刪了一隻 沒救到 時間也不夠 不過基本上兩萬分 兩萬分就可以破成就了 兩萬分就可以直接離開 大概就是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順時針走或逆時針走 由近到遠就 再來一場 GOGO 開始一樣 打開大地圖 然後這個 下面都沒有 我們就從這邊開始 因為第一隻比較慢 所以我們可以 這樣下來 基本上我們就的順序 是從 內圈到外圈 因為如果我們從外圈到內圈的話 就很容易被 被那隻怪獎追傷 所以我們就是 由內往外圈 這樣就是最順的 讓那隻 讓那隻 我們就叫他鬼好了 讓那隻鬼在外圈到處 那這隻 我們就稍微等他一下 等他過來 我們再下來 就第三隻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順便走回去 就這隻 然後拿這兩隻 一 二 噴過去 轉轉跳 第三隻 第四隻 第五隻 OK 在上面有三隻 轉轉跳 一隻 兩隻 三隻 這裡剛好也長 四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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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板高度要注意一下 有些地方是不能下跳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 這邊 這裡剛好長兩隻 兩隻 兩隻 三隻 四隻 四隻 我們就這隻 離終點比較近 剛好就沒有兩隻 可以順便 一隻 兩隻 兩隻 一隻 我們走 內圈那邊 這裡 五隻 剛好又有兩隻 兩隻 兩隻 一隻 噴過來 上吹 三隻 這邊有兩隻 四隻 一隻 然後回去 這邊要小心一點 要被他追上了 兩隻 兩隻 所以我們稍微等一下 加褲 來再噴過去 再噴過去 三隻 最新的兩萬分 五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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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萬分 就這樣啦 那基本上 為了兩萬分 基本上是為了解成就啦 如果說你等級夠的話 你玩一次就可以還兩次的話 那你只要一萬分就好 因為今天就有他所謂的上限 他只會給你三十個硬幣 所以你其實只要三萬分就夠了 如果說你只能還一次 那你就是打一萬五千分 如果你可以還兩次 那就是打一萬分就好 你一萬分然後再還 再還 一萬一萬一萬就三萬 所以基本上你要兩萬的就是 解成就啦 對 如果你們覺得說 哇這個一次兩萬分好累喔 對 我只要一萬分 沒問題 對你就可以增加很多龍促率這樣子 對 那這一集就是介紹到如何 使用神之子 在精靈就位準拿到兩萬分啦 那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